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節跟大家繼續說一些Juicy的新聞 當然還有詳細分析 這節要繼續跟進 福布斯 福布斯早前有報導 說懷疑 有人 是新家發水 結果 結果是做了詳細的調查報導 說要踢爆這個R.E. Lee International 叫做亞日利國際 的創辦人 這個叫做盧啟燃 相關的福布斯報導 就是做了詳細的調查 懷疑這個盧啟燃的家底根本並不是他報稱 那麼多 而是 做了大量資產發水 也有 學歷造假的情況 結果 引來這個 亞日利國際的創辦人盧啟燃 緊急發聲明回應 更加說 福布斯的調查報導 具有誤導性和誹謗性的內容 說這個文章構成了 誹謗侵權 繼續出來強烈譴責 報導偏頗 說對這個 盧啟燃的聲譽和個人生活 造成嚴重影響 我們這節跟大家詳細分析 到底 一個原本被人報導說是富豪的人 然後被人發現是造假 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誹謗成份呢 我們這節嘗試跟大家詳細去 分析一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你現在在聽的是我們的後備頻道 是星期二日報 原因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主頻道 被封鎖 星期二得到 主頻道戶口 被禁止上載 而且將我們 盈利戶口停止了三個月 雖然現在過了一段時間 上載功能開始恢復 但是由於我們的盈利功能 被完全取消 所以就只有 真的有看出 沒有糧出 YouTube自己 就照賺錢 盈利就不用給你 真的非常離譜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了 我們只能夠把節目 全部集中在我們的後備頻道 我們現在 目前是用後備頻道星期二日報廣播 記得大家請幫我們轉發後備頻道的連結 我們也 誠意 邀請聽眾 希望大家幫忙 希望大家訂閱 Patreon支持我們 也請訂閱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我們繼續向各位承諾 假如 我們能夠恢復的話 我們一定是主力 推動這個免費模式 我們過去也有三次最少被封鎖過 我們也是每次確守 這個做法 我們在最嚴重的時候 也曾經免費打開Patreon 讓聽眾 繼續 接聽廣播 當我們恢復的時候 能夠繼續運用主頻道的免費模式 我們就會繼續主力推廣 免費模式繼續運作 一個媒體 要 做到免費運作是很困難 這是事實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本台的理念和經營方針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就是曾經跟廖碧儀 拍拖的私人保險公司 亞日利國際 行政總裁就是盧啟燃 這位盧啟燃曾經說自己是身家豐厚 但是福布斯 早前發表調查報導 說盧啟燃是假富貴 英文叫Ficking Witch 更加質疑盧啟燃 跨大自己的身家 亦出來澄清 他根本沒有上過福布斯 是億萬富豪排行榜 當中亦做了詳細的調查 說他報稱 哈佛的學歷根本就是一個假學歷 亦說他投資FORMULA ONE FORMULA ONE的車隊 都是一些不能夠被證實的事情 當中亦揭露了 盧啟燃涉 涉嫌 改圖 P圖 將限量級的超級跑車 跟他本人的合照 但是後來發現相關的圖片 是偽造照片 盧啟燃 就是需要緊急發聲明 說福布斯的文章 對他構成誹謗侵權 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到底 你被人踢爆是假富貴 算不算是誹謗呢 我們逐一 跟大家去研究 首先 我們回到誹謗的根本 誹謗的根本 就是在說一個人是有明星 然後你的明星被人損毀 所以我們也趁這個機會再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 本台兩位主持 你無端端向我們潑污水 而那些消息 全部未經證實 這些全部 都是典型的誹謗行為 但是誹謗 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也是在一定的時候 有足夠的辯護理由 但是有些指控 是基本上 是一定沒有辦法 是可以證實 例如說對方是犯罪分子 這些一定是構成誹謗的 目前福布斯的文章說這個 是盧啟賢 集中說他的學歷 這個是投資Formula1 其實這個盧啟賢 要去證實相關的事情 如果是事實的話 就證明福布斯的調查報道是錯誤 所以我們也 很簡單 去說 其實 盧啟賢要反駁福布斯 其實只要他拿到 哈佛的學歷出來 就已經可以證明 福布斯的報道是錯誤 還有 如果你有證據 是如何投資FORMULA 1 如果有足夠的證據 這就證明了 這個 福布斯的調查報道是錯誤 但是 福布斯說你並不是 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億萬富豪 如果這個是事實 那麼福布斯報道這件事 也根本就沒有錯 所以我們也很難 看到為甚麼 一個富翁 似乎很多人知道他是有錢人 但是跟著 被人揭露說他叫做假富貴 這樣是構成 甚麼誹謗的行為 誹謗的法律 其實也不只是英國才有 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法律 但是很多地方 誹謗的標準也並不一樣 很多時候誹謗的案件 通常就是集中 在所謂名人的上面 更加有趣的地方 例如台灣 台灣 台灣 誹謗別人 是刑事法 但是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地方 誹謗罪都是民事的訴訟 只有台灣比較特別 誹謗會構成刑事罪行 誹謗他人的人有機會要被人告到坐牢 說回誹謗應該有的辯護理由 首先 我們自己也作為一個傳媒 一般來說 傳媒報導一件事 他的彈性 是遠遠比起一般人更加大 但是也不代表 媒體可以毫無底線 毫無事實 完全沒有任何的 證據 或者是表面的資料 就去 潑污水 做得最多 這樣的行為 當正自己是媒體包裝 隨隨便潑污水的 就叫做香港的藍媒 他們 是會 在 所有人 未被定罪之前 夠膽跟你說 說香港 逃亡的人 說他們是犯罪分子 這些徹底底是典型 是潑污水 是誹謗 是抹黑的行為 所以有時討論這個問題 又要把 香港那群人渣建制媒體 要剔除 那群人渣建制媒體 根本不可以稱之為媒體 如果是正常的媒體報導 福布斯 是做了調查報導 即是說他有詳細 的資料在手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盧啟然 要去證明福布斯獲得的資料 全部錯誤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所以我們看來看去 根本也看不到 盧啟然 有甚麼理由可以那麼容易控告到 福布斯的文章 犯了誹謗侵權 我相信福布斯 一定是拿著大量的資料 而且再加上 福布斯的文章 也不是說 盧啟然 是甚麼犯罪分子 風化案的主角之類 而是說他叫做假富貴 假富貴 能否真的那麼容易構成誹謗 是一個疑問 本身富貴的定義 就是太多了 我們這裏也跟大家揭露了很多次 香港就是有太多 就是這些假名人 就是恃著自己有一點點的人氣 然後就冒充富豪 令人覺得 跟他做生意沒有問題 對方那麼有錢 一定不會來騙我 少少錢 你有這個想法 就全盤錯誤了 Tony也跟大家說了一節 其實 很多這些人 扮成富豪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想有更加多的人相信他 更加覺得 就是因為他本身有錢 不會稀罕 我們少少錢 其實他 就是 保持著你那少少錢 因為不只是保持著你一個 同一時間 保持著很多人的時候 那就為了數了 說回這家 亞日利 這家公司 是在香港名不見經傳 完全不知道 是怎麼走出來的 更加是一家私人公司 就算如果是一家上市公司 Tony那節我也有詳細去再聽 這裡也再一次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的所謂上市公司 其實 是一隻空殼來的 如果不是這個世界 也不會說有這個 學後 學王 就是因為那隻公司 其實根本近乎不是在做生意 又或者是在做生意 可能是在虧大本 但是因為有上市公司的地位 香港 作為一個金融中心 能夠 使得很多人 能夠利用空殼 再去賺錢 不過 這個香港的世價股 基本上是陷入全面爆破了 而且這班學後學王 大部分這幾年 變成大集派 所以這班人 現在也賺不到錢 更加不要說 就是隨便撿一家上市公司回來了 以我們所認識 那些上市公司的老闆 其實絕大多數只是想賣盤 因為大家應該還記得 在早 五六年之前 還在說一隻殼 可能就說值幾億 這支歌仔 已經不能唱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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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他們 拿著一隻殼 還要不停 每年要付錢 牙痛的聲音 我們這一節也跟大家 揭露到這裏 當然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去